我想要慧珍嫁给我 我想要慧珍做我的妻子 今天 我当着家人 和她最好朋友的面 我对慧珍 对她最亲的家人和朋友 许下承诺 这一辈子 我都会关心她 爱护她 我会用尽自己一生的时光 陪伴她 今后 慧珍的快乐 就是我的快乐 慧珍的幸福 就是我的幸福 慧珍 你愿意让我履行我的承诺吗 你愿意让我履行我的补 就这样吧 这样才能把你套得更好一些 天哪 太浪漫了 你们打算什么时候办婚礼啊 早点跟我说 我们好早点就准备啊 好 再过一年了 怎么这么长时间 是我要求的 因为 皓宇她存重我的想法 我想用一年的时间 好好冲刺一下 看看自己在童话创作上面 到底有没有天赋 然后再跟皓宇结婚 一年那么长 姐夫又那么睡 你不怕她被别人抢走啊 不会的 十二年我都等了 一年算什么 那 爸爸妈妈祝贺你们 是啊 祝福你们 谢谢爸妈 谢谢爸妈 谢谢你 瞧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 是她不让我告诉你的 她非说要给你一个惊喜 所以我才一直保密 真儿 你一定要幸福 你也要幸福 你也要好好爱我姐哦 姐夫 你要好好爱我姐哦 一定会的 暴雨 暴雨 你怎么跑来了 我来跟你告别 什么什么云淡风 清清淡淡写呢 我 我要怎么跟你 云淡风 清淡淡写的告别啊 我再见到您那一面 就已经是病荒满了 周围都已经乱糟糟了 我实在放心不下你 我觉得 我还是跟你一起走吧 我不在你身边这一年 你出国了 我又不知道你在哪里 如果你不好好吃饭 晕倒了怎么办 如果你再因为劳累过度 又身体又不舒服了怎么办 要是你爸爸觉得 我不是一个好媳妇怎么办呀 我如果不够贤惠的话怎么办 或者像霍玲说的 如果你被其他人追走了怎么办呀 我还是跟你一起去吧 我什么同话说我都不写了 我 我跟你一起去好了 要不现在去买票 现在去买票还来得及吗 啊 那我们买lie了 我今天下词 什么火车 那天 我会这么送得上 你 我会这么送得上 你 我 这 不够 people 一 二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